注意看,林彪又要发火了 乱谈琴 责任要追究 他们的司令员跑不了 这又是哪个纵队司令犯错了 且听盛唐慢慢到来 黑山阻击站打响后 10月24日晚 五纵和六纵接到林罗流的紧急命令 要求强行军从张武以南赶到黑山和新民之间的半拉门地区 阻击料要向兵团沿黑山 大虎山向西南撤退 接到命令后 六纵司令员黄永胜 政委赖传珠 副司令李作鹏立刻率领部队出发 强行军150华丽后 在10月25日赶到了半拉门附近 刚开始构筑攻势 又接到了林罗流的命令 说苏靖发现廖耀乡兵团很可能向大虎山以东的台安方向撤退 要求六纵火速向台安以东地区集结 必须挡住敌人 黄永胜立刻进行部署 但是刚准备动身 林罗流又来了命令 说苏靖率独二师冲退了廖耀乡先头部队 而且发现廖耀乡主力仍在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 以令八纵插向台安 以不速向大虎山以东地区攻击前进 切断敌人退路 造成对敌夹击之时 黄永胜二话没说 又立刻重新部署 命令六纵十六师 十八师分左右两路向大虎山方向前进 此时六纵的牙齿十七师 跟寒先楚去打紧周了还没回来 六纵便又开始强行军 多次改变方向 都没来得及向野司详细报告情况 为了赶路行军途中没时间架设电台 这导致东野司令部在这期间向六纵下达的多封命令 但是一点回应都没有 林彪不知道六纵这时候堵没堵住廖耀香 人在哪里也不知道 这让林彪很恼火 所以才有了开头的打发雷霆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一个主力纵队却杳无音信了 东野总部级的团团转 在二十六日凌晨 黄永胜终于来报 他们强行军两夜一天 急行军一百公里 以抢占姚家窝棚立家窝棚江家屯一线 堵住了廖耀香兵团主力 全纵战士没时间吃饭睡觉 也没时间架设电台 所以没有汇报 林彪接到六纵的电报后十分高兴 表扬了六纵官兵这种积极主动的作风 要求他们顽强坚守 配合主力歼灭廖耀香兵团主力 黄永胜表示 虽然有的人在途中累到吐血 但是没一个人放弃 现在十六师已经进入防守阵地 他们将在此地死守 绝不会放走廖耀香一兵一卒 不久正向沈阳撤退的 国民党军新三军十四师的一个营就来了 六纵副司令兼十六师师长刘作鹏 率部激战四个小时全部歼灭 通过俘虏获知 要要向兵团主力 已经聚集在黑山东北侧的 胡家窝棚张家窝棚一带 准备经大虎山东南退向台安 也可能会向东北走半拉门撤往沈阳 黄永胜判断 八纵应该已经到达台安方向 和苏靖独二师会合 堵住了敌人向大虎山的撤退路线 如果他还继续执行 向大虎山以东地区攻击的命令 就会放开沿北宁县向东北 经立家窝棚半拉门 新民去沈阳的道路 廖耀乡如果转而向东攻击 很可能就会逃到沈阳去 黄永胜当机立断 命令六纵转为坚守 姚家窝棚立家窝棚江家屯一线 切断北宁县附近通向沈阳的道路 坚决堵堵住廖耀乡兵团 就算是打到最后一个人 也在所不惜 于是黄永胜也说到做到 在缺少十七师的情况下 面对第九兵团王牌新三军 新六军的强力攻击 六纵的阻击战打得很苦 有八九个连队几乎全部打光 但是六纵一步不退 没有让廖耀乡再往东走一步 到了26日中午 五纵也已经赶到半拉门地区 把新一军的序列也打乱了 与六纵一起封死了东面王沈阳的道路 在南面也如黄永胜所料 八纵一路急行军赶到独立二世的防线 封死了通往引口的道路 很快东野的七纵和九纵也陆续赶到 东野的合围这时终于完成了 廖耀乡成了瓮中之鳖 苏敬帅独立二世奋不顾身的攻击 黄永胜帅六纵急行军家誓死不退的阻击 帮林彪选好了廖耀乡的覆灭之地 廖耀乡该何去何从 韩仙楚的三纵七师二十一团三营来了个上帝之手 无心插柳袭击了廖耀乡兵团指挥部所在的胡家窝棚 把廖耀乡吓得狗急跳墙 帮廖耀乡做出了选择 关注盛唐影视 下集更精彩